今天主要是第四次上課 所以今天接下來看一下 上一次上課基本上我們主要是講到有關回圈的部分 回圈在程式裡面是相當的重要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要重複做一些事情的話 一定要會用到回圈的部分 前面是先講到有關回圈 然後今天我們接著就來看畫回圈的部分 所以上一次上課主要是有講到有關那個 星號輸出三角形 當然可以用那個貨回圈的部分 另外的話有關那個三角形可以前面再加上空白 另外的話可以會是等腰三角形等等 甚至的話還可以繪製那個 甚至你可以把那個一棵樹畫出來應該也沒什麼問題的 看你是要這個 甚至是像一個耶誕樹一樣可以把這個耶誕樹也繪製出來 除了用貨回圈之外 另外的話我們 前面也講到有關就是跟那個畫回圈的比較 OK 尤其是畫回圈 其實跟FOR圍圈最大的差別 兩者就是一個假設是這個FOR圍圈的話 基本上呢它是比較是有範圍性的 OK 那如果是畫回圈的話通常是 還是以條件為主 那當然畫回圈其實一般如果跟FOR圍圈比起來的話 對一般人來說畫回圈還是比較 稍微困難一些些啦 因為畢竟FOR圍圈它的敘述方式比較集中 比如說我們假設寫一個FOR圍圈的話 FOR sprinkleFOR圍圈 Range裡面的話基本上都已經幫我們把 包含就是哪一個止開始 哪一個止結束 然後steap是多少 基本上的話呢 在Range裡面基本上都有 那畫回圈的話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畫回圈的寫法 我是建議呢 前面我有一個比較 自己習慣的寫法 就畫一帽號 那畫一帽號的話就是說 不管怎麽樣,反正你就先做,你就先進到迴圈 E 的話指的是 TRUE 反正你就一定要幫我進到迴圈 那怎麽判斷呢?你可以在畫迴圈裏面再做判斷 那比如說呢,我們有講到有一個像那個直數判斷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猜數字遊戲 那比如說猜數字遊戲,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上一次是講到猜數字遊戲的寫法 包含這個地方我們是如果有次數限制的話,我們可以改成4回圈 For I in range 然後從第一到四停下來 那也是一二三執行 那四的話就不執行,你可以寫成4回圈 不過是有次數限制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寫成4回圈 比如說我們之前本來是用那個畫迷茅號 然後呢,畫迷茅號主要是沒有次數的限制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有次數限制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麽樣?把這個地方改成4回圈 要用4去取代這個4回圈 那另外還有一個寫法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可以用什麼? file email號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反正呢,只要這個執行之後的話 那我們再來做什麼? 就是讓它去 得到一個拆的值 ok 那其實喔 這個畫迷茅號呢 有些同學會問說 那如果假如我不寫成畫迷茅號的話 是不是可以 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來敘述? 當然對啦 不過如果說你假設 用另外一個方式敘述的話 我是覺得相對程式會比較複雜 比如說哪些地方比較複雜 你會發現呢 尤其是這個地方 g等於這個input 請在1到2之間拆一個數字 如果說沒有畫迷茅號的話 你會發現喔 判斷完之後 要繼續再input 所以其實如果說 假設你不是用畫迷茅號的話 這邊可能要改成什麼? 什麼情況下會進到圍圈? 理論上應該是它沒有答對的時候 所以沒有答對的話 再去做判斷 那也就是說 g輸入的值不等於 什麼呢? 那個亂數 rnd 所以當那個 輸入值不等於rnd的話 那去判斷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不是寫成畫迷茅號的話 那勢必 你必須怎麼樣 先在這邊先輸入 輸入完之後再判斷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 如果說假設不是畫迷茅號的話 那更麻煩 就是說 我們理論上 只要做一次輸入 但是如果說你假設 不是畫迷茅號變成 你要在邏輯 true跟false的這個裡面 要繼續再做輸入 所以相對起來 我是覺得沒有 用畫迷茅號來的剪接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OK 那相關的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裡面 OK 所以你們其實要得到參考的話 可以從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 應該大家都還記得吧 看一下 OK 那所以呢 待會兒的話 請各位一樣 先把那個 上一次上課的部分 先開起來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 看一下有關 就是稍微比較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同樣的東西 好像之前我們是 猜數字 有 沒有 就是 一直猜到對為止 另外呢 改成就是 只能猜三次嘛 所以後來我好像改了一個 這個只能夠 拆三次的版本 那這拆三次的版本 我要兩個 一個是FOR迴圈的版本 一個是 在 壞迴圈裡面 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 計次數的 這個部分 OK 那另外的話呢 我還有在雲端上面 放個比較 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呢 想要把同樣的程式 改成VBA的話 那該怎麼寫 這裡的話 因為VBA其實它程式 邏輯跟 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 Python其實一模一樣 那你會發現 只是稍有與法不太一樣 哪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說呢 在Python裡面是用 RandomRandomRange 可是呢 在那個 VBA的話 它是用一個函數 叫rnd OK 也就是說呢 在VBA裡面 如果你要做一樣的事情 那當然 名稱就不一樣 用的方法名稱不一樣 那另外的話呢 在那個VBA裡面 一樣會有一個 File迴圈 在Python裡面 是File Email 有沒有 可是在 VBA裡面 它叫DoFile 習慣上是用DoFile 另外的話 DoFile 它必須要接一個loop OK 那可是在那個 Python裡面呢 就是畫一貓 後面不用接 其他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輸入的話呢 我們是用Input Box 輸出用Mesh Box 只是 這個當然就是輸出 輸出的差異 其他還有像 Break 這邊是用Break 這邊的話是 Exit Do 其實 差異性 我想應該不太大 其他就是一些 細節上的差異 如果我有興趣的同學 其實不妨可以把這個程式 拿到 這個Excel裡面 RUNRUN看 RUN的方法其實蠻簡單 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程式Ctrl-C 再來的話呢 開啟Excel 並且開啟那個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打開 開發人員裡面 就會有一個Visual Basic 你只需要做什麼呢 在這個Visual Basic裡面打開之後 它的那個 左上角部分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然後把那個 雲端上面的程式碼 貼到模組裡面 欸就可以RUN了 我RUN一下給各位看 Ctrl-C Sub.EndSub 然後把它Ctrl-V貼上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執行它 執行的話這邊有一個執行RUN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它的輸入呢 是會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叫Input Box OK 然後我輸入一個10好了 Enter 欸有沒有 那 輸出的話呢 在Python裡面是Printer 這邊是用Metric Box 那別說太低了 太低的話高一點 高一點的話我就 15好了 欸 欸 猜對了 OK 所以答案就是15 好那這部分的話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後面的部分